Microsoft 来为我们支援 大家有认识Google和Microsoft吗 没有用过的应该可能不知道电脑是什么吧 所以那我们在上面有什么东西呢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比如说有美国来讲 Apple啊然后Nike啊 爱迪达这些都是我们的伙伴商店 所以呢今天我们上面有伙伴商店的东西 我们叫它IBB 那我们也有自己品牌 独家代言品牌 我们叫它BB 那我们其实是一个一对一行销模式 我们是利用哪些东西呢 我们利用我的部落格 我们利用Facebook 我们利用一些Line啊 利用App Email来介绍我们自己的平台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介绍了雅婷 好了雅婷来我的平台交费 它在上面看到一双可能是Nike的小鞋 它要非常的喜欢 它想要买 那它今天如果 它去比如说公馆的某一家运动用品店 它拿了 比如说那一双是六千块 它就开心的拿了红包六千块 然后去消费 所以我要买那双球鞋 然后今天那双球鞋 那个 那双鞋店的老板会给你什么 一双鞋 对就一双球鞋嘛 然后 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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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你讲谢谢光明 就什么都没了 那今天来我的网站 它一样是透过我的网站 但是是转职到 nike.com的 官网去买 那一样是六千块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经由我的网站去买 会怎样 对对于消费者来讲 他会多了一个 cashback 好 假设是9% 那六千块9% 大概知道是多少吗 540 540 OK 所以已经快要久了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 他会不会愿意来我的平台消费 一定愿意啊 除非你真的不在意那540 那我也没差 对不对 好 那对于我经营者来讲 经营者可以得到什么 点数 我们会有IBV的点数嘛 没错 还会有0.5%的现金 那IBV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它是我们的点数 一样是点数点数 我们等一下会兑换产现金 那我们刚刚有介绍 我们经由我们的平台来消费 你可以买到伙伴上币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有独家带领的平台 所以一样独家带领的东西 你也可以得到现金回馈 那如果我今天 我分享了一个产品 我卖出我BV的产品 我会有BV的点数 BV的点数 然后呢 我卖东西是不是会有差价 比如说今天麦当劳 他买进一个汉堡1块钱 他会卖1块钱吗 不准 他可能卖5块 那中间4块是什么 是一个零售的差价 所以今天除了BV还有0.5% 现金回馈之外 我卖的零售差价 每一个产品大概是30%到1000%的零售利润 大家不要看到1000%就以为我们是什么黑心商店 还是什么大片 千万不是 我们是 因为有一个产品 我们叫网路中心 为中小企业去客制化去服务它的平台 说你要定制一个怎么样的网站 大家要讲一个功能 要怎样 我们就有一个网路中心去配合去销售你的这个网路的中心 所以你可以去调整自己的溢价能力 然后你可以甚至卖到利润高达1000%的利润 好 那你可能想说我今天进一个网站 我就好像一个网路上的7-11 我今天有顾客来 他说他要买Nike的球鞋 然后我就帮他找Nike的球鞋 然后今天他想要买我们公司的代理的产品 比如说Izotronics Voltips 我们就上网帮他买 那我今天这样runrunrun 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招结玩五的工作 我每天没有打烊的时候吗 我一个人要run24小时吗 不可能 所以如果这是一个招结玩五 另一个兼职的事业 你有时间做吗 我也没有时间 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有退休的计划 大家有听过麦当网吗 有 麦当网是一个连锁加盟的龙头吗 他为什么会连锁加盟 比如说我今天在台北 吃了一家麦当网 我觉得很好 那我今天到高雄 怎么办 没有没有麦当网 所以我就跟台北人说 我要加盟一家麦当网 开在我的高雄 或甚至我要开在美国的纽约 或是法国的巴黎 这样我在到处都可以 吃到我想吃的麦当网 对 所以今天我也一样 我觉得我经营这一家 shop.com经营的很不错 我要介绍我的两个好朋友 我妹还有我的同学 来一起经营这个shop.com的生意 好 那因为我有一个加盟的系统 我教比如说 一位新朋友叫左旋锡好了 说什么 左旋锡 另外一位叫玻尿酸 因为我以前电话 所以比较好 如果我教这位左小姐 一样跟我复制一样的东西 我教她照顾她的顾客 我们每个人只要负责10到15位 去高中程度的顾客就好了 那我也教导这位波先生 照顾她的10到15位顾客 那他们是不是一样 可以跟我一样 领到一些IBV 0.5% 还有30到1000%的零售利润 所以他们也得到 他们已经有东西了 好 今天 假设左旋锡今天的业绩还不错 那这一周卖了5000dB的产品 玻尿酸呢也不错 6000 我们刚刚说IBV和BB是我们的点数嘛 那今天我们的点数 只要左边 你的左边和你的右边 各达到5000以上 所以我们50005000 就可以兑换成 47500台币的佣金 可以吗 不管是BB还是IBV都一样 只要在一周内 你只要 左边有5000 右边有超过5000 你就可以50005000换 47500 那这个是个很重要数字呢 等一下要记得 我们只要50005000 就可以换到47500的台币佣金收入 那如果你今天只教他 只教他 那他也觉得 我今天开始经营的不错了 那玻尿酸 玻尿酸 现在也觉得 哦 今天经营的好棒 我也要再找两个人来经营我的 跟我一样经营这个网路的平台 因为兼职可以做嘛 我不用一直 高级网屋 我每天再花很多时间 他可能一个周 一周只要花八到四五个小鸡 在这上面就好了 所以左拳机今天 他也很开心的去找两位伙伴 比如说一个住在纽约的 人 然后另外一个住在法国的巴黎 玻尿酸呢 他可能走亚洲路线 所以他走一个在青蔓 另外一个住北京 这四个是我出国比较久的地方 所以我就写这四个地方 那今天因为是个网络的事业嘛 所以不管你住在哪里 其实你家有那个地方有WiFi 有网路有Internet 你都可以连接到你的平台上去 为你的顾客去做消费做服务 那今天 左拳机 好 对左拳机来讲 我们刚刚说五千六千嘛 差不多五千五千 你就是四万七千五 在麦当劳来讲 对麦当劳来讲 我刚刚说你在台北开一间 你在高雄开一间 我今天那个台北的那一间 你在高雄开那一间 你高雄卖十万的Burger 你觉得我台北 有办法跟你分享你的利润 你的差价 不可能嘛 你顶多抽个三趴五趴的权利金 就差不多了 那今天你辅导这位左拳机 和你辅导这位玻尿酸 他卖五千跟他卖六千 你觉得应该跟你有关系吧 因为是你教他的 一定有关系 但是有几趴的关系 你觉得 你觉得他的五千 你可以分享几成 一半 一半嘛 五十趴嘛 不对 可以更高 七十五 七十五 再高一点 那我还可以 没有 其实我们给你百分之百 所以你的五 他的五千 他会给你百分之百上来 然后他的六千 他会给你百分之百上来 因为你教他嘛 你就是 就是一个利润共享分享业绩的一个系统 那他给你一代就没了吗 没有 他自己也有 这是系统 就是系统已经规划了 所以他 他自己不会吃亏 他 他也把他的利润一起分享给你 他把他的点数一起分享给你 但是你达到五千五千 左边五千 右边五千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四万七千五的这个佣金 好 那今天 左旋西的朋友 纽约的朋友 他巴黎的朋友 他可能卖了五千好了 欧洲人比较蓝 可能今天零第一 那亚洲人就是比较OK一点 两千五 欧洲人比较蓝 欧洲人比较蓝 欧洲人就是欧在危机的来源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对 所以今天左旋西 一样教这纽约的朋友 和教这巴黎的朋友 他可能没有学到什么 但是纽约的朋友 一样我们刚刚讲 说你百分之百可以累积上来给他 那巴黎的朋友 有上来没上来没他吗 好 那纽约的朋友 给左旋西百分之百 没问题 那他的五千点 对我来讲 你觉得他还有几趟 他可能住在纽约 我可能一辈子没去过 我可能一辈子跟他没碰过 我甚至不认识他 你觉得纽约的脸数 一半 是吗 是他吗 不对再看完一点 我们一样给你一百趟 这是我们系统厉害的地方 所以今天 不管下面这个 离你多远的地方 离你几带 几缠的地方 一百一千一万 他的点数只要制造了一点 十点 一百点 他都是百分之百 由这个路线往上累积回来的 所以今天左旋西有五千 我也有五千 那亲麦的朋友呢 两千五一样嘛 玻璃上有两千五 我也有两千五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是五千代 百分之百累积 那一样今天如果你想要帮助下边五百 不是说只有下面可以往上累积哦 我今天比如说我产生了一笔 一千 一笔的订单好了 我一样可以把这一点订单的点数往下放 放到最下面那个我推荐的人 我认识的人 那一样可以由最下面开始 百分之百往上累积 百分之百往上累积 那是不是我就帮助到了这一条线上的所有的伙伴 他们都百分之百累积到所该有的点数了 所以这是一个上下互利 然后我们共享业绩的一个模式 这是我们系统困定的地方 那今天会不会到 比如说现在只有可能 我左边只有三个 右边只有三个 那会不会只有三年后呢 我就左边五十个人 右边五十个人 甚至五百个人 那今天 你看嘛 我们刚讲左边五千 右边五千 就可以得到四万七千五十 那万一这五百个人呢 帮我创造左边两万好了 右边也两万 你觉得今天他应该给我多少用心 四个四万七千五 四个四万七千五吗 不对 他只给我们一个四万七千五 为什么 因为五千五千 就是我左边五千 右边五千 那右边两万 左边两万 这两万都是你制造的吗 不是嘛 这是下面所有伙伴 我们一起创造出来的嘛 所以上面的人他有一个封顶的制度 就是我们最多一周就给你五千五千 就是我们的上千 所以他一个封顶和一个均负的系统 就是这样制造而来 那多了一万五会怎样 他就会下放分配给这些可能点数没有那么多 他一样可以领到我们的佣金 所以这是一个均负的系统 是一个非常公平的系统 那这也是我最喜欢这个系统的地方之一 好 所以讲到这个目前为止的部分 有什么问题的地方 这样子 我有两万不能领到四个十二七千五 这样子好像不公平 好像不够 那你不够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自己开分店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国家 我在台湾开分店 我说好像不公平 不公平 对啊 我有两万为什么不能领四个十二七千五 如果两万都是你自己制造出来 那就很公平 可是如果是大家一起制造出来 那怎么会公平呢 如果是团体一起制造出来 那我们应该就是 大家都要有 都要有一样的佣金 而不是说你很多 然后我很少 这样才是公平 所以我觉得它一个风景很轻浮的系统 这才是公平的系统 对啊 那今天如果你觉得 可能我们一年 一年嘛 我们刚说 四万七千五一周 然后四万七千五 加四万七千五 一周有十一万四 对 但一年就五百十二万 一家店 那你可能觉得 这点收入 对我来讲 可能在台北省市场 因为我可能还不够 那我要怎么办呢 我可以今天在下面再开一家分店 多开一家分店呢 就可以再多一个五百九十二万的收入一年 可以吗 好 所以当你开这个分店的时候 你的点数一样是往上累积 往上累积的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系统 没有什么上下限之分 对啊 所以大家这是一个互助合作的团队 那我觉得这个系统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那不知道今天我介绍这个系统 和这个concept概念的时候 你们觉得有一到十分好了 给个几分 十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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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